政治课题方面 击打中部大臣南都斯里沙努西 因为击打足球协会KFA 涉嫌收取超过600万令吉的贿赂 今早受传召到 布城反贪会大楼入供驻查 整个过程为时三个小时 不过向来敢怒敢言的沙努西 这次没有对外发言 也是一党人纳里州议员的沙努西 今早八点半抵达反贪会大楼 随后在11点37分离开现场 反贪会资深调查总监 南都斯里西山木丁 证实了有关的消息 反贪会是在接获一名承包商的 投报之后调查击打足球协会 承包商声称 州政府高官承诺 一旦将资金汇入击打足球协会的账户 就能获颁击打项目 不过在汇款之后 却没有获得任何的项目 感觉受骗的当事人最终选择报案 也是击打足球协会主席的沙努西 则在几天前声称 600万令吉是来自一家企业的捐款 感谢观看